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蠟絲 上一部影片呢 是發現我們的 我這支XA2的手機 不能滑下來是 保護貼造成的關係 因為在這種圓弧的手機 所以它貼保護貼的時候 它的那一款是四邊有膠的 四邊有膠 然後中間是沒有膠的 所以才會造成說 我觸碰的時候才能拉 很順利拉這個Wi-Fi的選單 但是拿那個平面放的話 就會滑不了 這個可能是剛好是什麼 靜電的原理啊 是什麼鬼的造成那個 螢幕的觸碰機制沒有觸碰到 那另外一個 發現這支手機呢 我們把它切成我們的單手模式 切成這個時候呢 你看我們的這個選單 一樣是不好滑的 幾乎滑不動 幾乎沒有 通常應該從最上面往下滑 可是它從我們的這個 看到這個 這個小點點嗎 就是上面Wi-Fi這邊 要從這邊點出來才能拉 沒辦法像其他手機是順著滑下去 你看原本的話 你看我可以從最上面滑下來 我不知道它這個是怎麼弄的啊 這個這一點我覺得不太好 我就去Sony的店家 然後把XA系列跟L1吧 還是L2應該是L1 然後把它切成單手模式 直接很順地滑下來 都要放在這邊再滑下來 然後呢 我去試了XL1 XL2跟XL3 就是我們的旗艦機 把它切成單手模式喔 它從這邊開始滑 很順地滑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 他們對中間接軟體的調教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而且它很順喔 它可以從這邊黑邊滑下去 可是XA系列都要從這邊滑下來 雖然是不影響使用 因為平常是不會用單手模式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 你既然做了這個單手模式 你就是要讓人家方便啊 這是不好拉 你看 不好拉 神經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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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 給想要買XA系列的觀眾朋友 考慮一下吧 就是 我有發現這個問題啊 就是看個人 個人我沒有想說 會不會影響到很大 好啦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按下訂閱 也歡迎來到右下角 訂閱按鈕按下訂閱 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引進的收藏通知喔 謝謝掰掰 拜拜